各位学员大家好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一级驻车造价工程师 建造工程技术技术 安装工程系统强化班 第二章 安装工程施工技术 那么首先第一道题是关于这个切割的 那么以高速旋转的砂轮片切割钢材 可以切割金属管 扁钢 工资钢 槽钢 圆钢等形材 但生产消费低 加工精度低 安全有点性较差 这种切割机械是什么 那么这种切割机械是这个砂轮切割机 因为它是高速旋转的砂轮片 所以是砂轮切割机 然后还有其他几种是剪板机 工具床 那么剪板机它只能剪这个钢板 那么它剪其他的钢材不太方便 然后工具床它主要是一个锯条 然后来锯的 然后钢切断机主要是切割钢机用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学乡是砂轮切割机 是砂轮切割机 那么切割这一部分 不怎么喜欢烤 但是最近几年烤了一次 这个切割机器 也比较简单 然后是这个火焰切割 火焰切割就是说不能用火焰切割 然后只能用这个等一字符切割的这种材料是什么 这其实去考虑就是火焰切割是吧 火焰切割 那么这个材料是什么呢 下面四种 那么是A 薄削钢它不能用火焰切割 然后铸铁不能用火焰切割 然后这个B或D 钛或纯铁能够用火焰切割 能够用火焰切割的 我们就不用等一字符切割了 用火焰切割的 它更方便一些 然后成本更低一些 薄削钢和铸铁是没法用火焰切割的 来源教材上面的这几段 就是火焰切割满足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燃碟 燃碟要低于熔碟 第二个条件是 氧化窝的熔碟要低于尽数熔碟 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方在反应 导致性要比较差 负害这三个条件 然后就是纯铁低碳钢中碳钢 低合金钢和钛 都是附害这几个条件的 都能用火焰切割 其他的就不符合了 其他不符合 比如说像铸铁钢钢 铝和铜 都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 那么就不能用火焰切割 这道题就是这个AC 然后下面这道题是 阳碟碗火焰切割 火焰切割有几种方式 切割方式 那么其中一种是阳碟碗 然后常用的是阳碟碗比较新型一些 然后阳碟碗火焰切割有什么特点 A火焰温度高切割时间短效率高 这个不对 这个是阳碟缺火焰切割 它的特点 然后下面这个叠火温度高 切割的安全性大大提高 这是阳碟碗火焰切割的特点 C明显烧它下缘不挂扎 切割面粗糙性好 这个也是阳碟碗火焰切割的特点 然后D氧气消耗量高 总切割成本较低 这个也是阳碟碗火焰切割的特点 阳碟碗火焰切割是一种比较新型的 阳碟碗火焰切割是比较传统的 比较古老一些的 用的比较多的一种 它们各有其优秀点 阳碟碗切割它有这些优点 但是它的火焰温度不高 火焰温度比阳碟碗火焰温度要低 比较低 但是其他性能比较好 所以用的比较多是吧 阳碟碗火焰切割 然后就是这个 这种切割方法 就是能够切割有色金属的 这个不锈钢 碳钢 铝铜 碳泥 这些 那么这些呢 我们用火焰切割 没法切割是吧 那么这里呢 可以用它进行切割 然后切割这个普通碳钢的时候 普通碳钢的这个保板的时候 速度非常快 比如我们前面讲的 阳一区阳碧碗的这些切割方法 速度快 快五到六倍 这种切割方法是什么呢 这种切割方法 那么就是这个等粒子切割 等粒子切割它的速度非常快 因为它的能量比较集中 能量比较集中 所以它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有色金属 像这些的都能够用它来进行切割了 等粒子符切割 这个氧氧季切割的没有这么快 是吧 碳符切割它也没这么快 然后结光切割它有这些特点 这道题的正确是等粒子符切割是吧 然后知道粒子是这种切割方法 可以用了加工剖口 汉凤我们要开剖口 是吧 I型、V型、U型的剖口 要开剖口 开剖口就要切割一部分金属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种切割方法 来进行切割加工出这个剖口出来 然后特别是可以开这个U型剖口 那么这种切割方法是什么 这种切割方法比较特殊 它就是碳符切割 阳荣基切割不对 等于这种切割 刚才我们已经做了题 这关切割我们下面的粒子要做 它不是 这里是碳符切割 用碳级电符 然后加压住空气来吹除 进行切割的 我们的实际用的也比较多 这是碳符切割 是吧 碳符切割除了能用来加工破口之外 它还有什么 还可以清理汉凤缺陷 清理汉根 就是你哈峰的这个地方 你要哪个地方 你要把它打磨掉 你可以用碳符切割 是吧 碳符切割 用这种方法 是吧 把这些缺陷把它除掉 然后就是借工切割 借工切割是一种无接触的切割方法 切割的主要推点是什么 下面这几个选项 这是一道考试整体 设备费用不高 因此性投资小 这个对不对 这个是不对的 它的这个设备费用不低 投资仪不算小的 因为产生激光 这套设备是吧 所以它的费用高 然后切割速度快 这个对不对 这是对的 接光切割 它和这个等于这种切割一样的 它的能量也比较集中 能量比较集中 所以它切割速度非常快 然后 是可切割金属与非金属材料 它这里就是它的切割原理 它与火焰切割不太一样 它能量非常大 然后不管你是金属飞进去了 它都能够切割了 不像火焰切割 使用各种厚度的切割 各种材料的切割 各种厚度就不对 各种厚度就不对 因为材料的切割 不同的厚度 它需要的能量不一样 那么越厚 需要能量就越大 对于激光切割来说 那么比较厚的材料 需要激光的能量比较大 然后激光的切割的机器 代表这个要求 做不到那么大能量 所以说厚度大的 没法进行切割 是吧 各种厚度当然就不对 各种厚度不对 是吧 所以这种真正选项 是BEC选项 是吧 这种真正选项 那么这是切割 切割这一部分内容 就是比较喜欢考的是火焰切割 火焰切割的杨柄 切割 考的比较次数多一些 然后等于日服切割 然后激光切割 也考过的 碳浮切割 考的非常少 然后机械切割方式 我们讲最近几年考过一次 我们这里不知道那些题 然后切割焊割这一节内容 考的比较多的 还是后面的焊割 焊割这个内容也比较多 首先第一道 例题是关于焊割的分类 焊割方法有多种 这里这个属于压焊的 电伏焊不是 电伏焊它不是压焊 所谓压焊就是说你焊割的时候 你要给它一个压力 焊割给它一个压力 然后它才能够完成焊割过程的 才叫压焊 电伏焊 我们手工电伏焊不需要给你供应 一个压力的是吧 所以不是压焊 电阻焊需要的 电阻焊 虽然说它的名字叫电阻焊 它其实焊割的时候要给它压力的 才能完成焊割过程的 电阻焊是不需要给它压力的 电阻焊也不需要 所以说这个体内真正确是电阻焊 这也是一道考试整体 我们介绍上面这个表 这个图 这个常用焊割方法的分类 我们这里我们同学一定要掌握 它的分类 那么电阻焊我们看它是属于压焊 然后电阻焊又有这三种分类 是吧 点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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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都是焊割的时候需要给它压力的 然后摩擦焊 焊割的时候 它摩擦时也有一个压力 曹城波相当于也要给它压力 然后真空扩散焊割相当于 也是要有一个压力的 所以它叫压焊 是吧 那么电阻焊的熊焊 它其实就是说你焊割的时候 你这个焊焊这个地方的这个材料 那么要熊化 所以叫熊焊 熊焊的类型是最多的 然后还有这个铅焊 铅焊我们已考过的 考过的次数比较少一些 这几种分类我们要掌握 然后具体的焊割方法 就是告诉你这个焊割方法是什么 然后你选它的特点 与其他的焊割方法也区别开来 是吧 告诉它的焊割方法 给它的特点 或者说告诉我特点 选焊割方法是哪一种 反过来考 对吧 这里呢每年必然有一道题 我们看第一道立体 焊割速度高 焊割厚度是8到4毫米的钢板的时候 焊割速度来区别到50到80厘米 每分钟 用焊割方法 这种焊割方法是什么呢 这种焊割方法是埋伏焊 埋伏焊的焊割速度是比较快的 因为它焊割的焊缝的位置 它是水平的位置 然后它的焊割保护方法 跟其他的气体保护汗不太一样 所以它的电流可以做得非常大 所以它的速度非常快 其他的二氧化碳气体保护汗 用化解压伏焊等离子伏焊 它其实都是气体保护汗 都是气体保护 气体保护汗它的速度没这么快 所以这里只能选B埋伏焊 我们这里看这个观念 这边的数字50到80厘米每分钟 这个就是埋伏焊 其他的焊割方法 没有焊割的速度有多快的 没有明确的数字表示 就埋伏焊 这道题是埋伏焊 埋伏焊它的速度非常快 它的电流可以大一些 是吧 回到50到80厘米每分钟的焊割速度 然后适合于中后板 中后板的焊缝这个地方 需要填充的金属比较多 这里可以用埋伏焊 长焊缝 大神经元同的焊缝 大平量用埋伏焊 焊剂的工作量比较大的时候 焊缝位置比较平的时候 水平的时候 还是焊缝的时候 可以用埋伏焊 是吧 然后这种焊剂方法是什么 这道题讲的是 就告诉它的特点 然后让你选这个焊剂方法 是吧 这道题就比较简单 很明显是大家选择题是吧 焊接的时候热效率就高 容声大 焊缝质量好 适用于油风环境 长焊缝焊接 但不适合焊接厚度 小于一毫米的薄板 这种焊剂方法是什么 这种焊剂方法 就刚才我们读的这道题的答案 就是什么 来一幅焊 来一幅焊 因为这道题它告诉你 这个适合于油风环境 是吧 油风环境 油风环境 那么气息保护焊 就在油风环境中就没法进行焊接 气体保护焊 它是用的是气体进行焊接保护的 用二氧化碳器 用亚气 用其他的什么气体 是吧 那么气体 油风环境中一吹 那么一个吹跑了 它也没法进行焊接 所以油风环境 二氧化碳电伏焊 亚氧化碳就不行 是吧 然后 A选项 焊调电伏焊 焊调电伏焊这里你不能选 焊调电伏焊 由于是手工操作的 手工操作的话 它的这个什么效率就不高 效率不高 容声没那么到 容声没那么到 不适合焊调电伏焊 焊调电伏焊 焊调电伏焊你不能选 所以这里只能选 是吧 埋伏焊 埋伏焊之后焊接方法 与其保护焊的焊接方法 区别 区别 呃 就是在油风环境中能不能用 埋伏焊能用 埋伏焊能用 然后呢 埋伏焊的效率比较高 效率比较高 速度比较快 这也是与这个什么 呃 与这个呃 埋伏焊与这个气体保护焊 第二个区别 第三个区别就是这个什么 保板 埋伏焊呢 因为它的焊接电流比较大 焊接电流比较大 大难 那么这个呃 只能焊接这个保 呃 后板 不能焊接保板 焊接这个保板 容易把这个板烧穿 是吧 因为焊接电流太大了 焊接电流太大了 就容易把它烧穿 所以是不能焊接这个保板 是这个意思 埋伏焊不能焊接保板 知道这种选择是D是吧 啊 是D 呃 然后是气电汗呃 气电汗就是气体保护 电池汗是吧 气体保护电池汗 呃 就是与这个埋伏焊相 呃 相对比的呃 它是用气体来进行这个保护的啊 保护焊接的 那么用气体进行这个保护的 它就不像埋伏焊一样 埋伏焊呢 它是用了这个固态的这个溶渣 固态的溶渣呢 它是呃 固体状态的 固体状态呢 它的这个口径性就比较差 看不到下面的焊缝的这个这个状态 有电伏和溶尺你是看不见的啊 看不见的 埋伏焊是看不见的 然后焊完之后呢 埋伏焊你要把这个表面的渣给它清掉 因为它固态的这个溶渣啊 固态的溶渣啊 然后埋伏焊呢 它的这个焊缔保护呢 其实呃 不如这个气体保护焊啊 因为它的固态的进行保护呢 像这个牛舌金属 你是没法进行含几的 但是气体保护焊呢 啊 它就与埋伏焊相对的了 气体保护焊 它是用气体进行保护 因此呢 这个电伏和溶尺是看不见的 因为气体是透明的是吧 焊厚呢 它不需要清脏 这是对的啊 所以是对的 因为呃 它用气体保护不是用这个溶渣 来进行这个焊接保护 呃 当然就没有溶渣 所以不需要清脏 然后气体保护呢 保护效果比较好 你才有这清楚呢 它容易氧化 用气体保护呢 它已经有一个焊接了 那这埋伏焊就不行 它容易氧化 第十万卓越史 不用涉挡风装置 这个呢 就不对 它要涉挡风装置 必须涉挡风装置 因为它是气体保护是吧 气体保护 也不是挡风装置呢 那么这个风就把这个气体来吹跑了 你没法进行保护 不老是吧 所以这里呢 ABC是对的 这一系列到考试整体啊 呃 然后是这个 这种这个焊接方法 还告诉你特点啊 呃 控制热输入很好 焊接保护 精续或打底汗的一种结合方法 几乎适合于所有精续的 年纪这种焊接方法是什么 呃 那么这种这个焊接方法呢 是这个无极多元气体保护汗 啊 他用的是气体保护 是多元气体 压气 氦气 氦气 还是他们的混合气体 然后呢 用了这个电解是污解 污解是不溶化解 不溶化解 不溶化解呢 它这个 呃 热输入就比较好控制了 焊接电源也比较好控制 因此呢 它可以 可以焊接这个保护 不像埋伏焊 不能焊接保护 然后它可以打底汗 打底 就是最底下这一层 用这个无极多元气体保护汗 我们后面这个第五章 这个工业管道的这个汗计的时候 我们就要讲到啊 呃 许多的这个金属的这个管道的这个打底汗 都是用这个无极多元气体保护汗的 比如说像什么钛管啊 啊 什么铝管啊 什么合金钢管啊 波玉钢管 他们基本上都用无极多元气体保护 为什么它的质量比较好 质量比较好 比如它打底汗啊 打底汗 我们今天讲到打底汗呢 基本上讲的就是无极多元气体保护 无极多元气体保护 说打底汗 其他的基本上没提到 这是这个无极多元气体保护 其他的二氧化妆气体保护 勇化妆气体保护 虽然说他们都是气体保护 但是呢 他们的这个性能呢 他的这个保护的这个 他控制这个热输入控制汗的电流 之类的 他其实没有无极多元气体保护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 但是他已经有自己的优点 然后这里呢 你这个什么保板打底汗呢 那么用的是无极多元气体保护 怎么选哎呦等于是浮汗也不对 这是这个 然后是无极多元气体保护 他的特点是什么 不仅使用于保板的汗阶 汗阶中后版效率更高 那么保板的汗阶我们刚才提到了 保板的汗阶比较适合到是吧 比较适合到 但是后版呢 是不是适合到 不适合到 他说效率更高 当然不对 效率比较差 为什么 根本原因就是污阶 污阶 污阶呢 你污阶用于这个导电 拿出电符出来 对吧 那么你这个汗阶电流不可能太大 太大了污阶 它就会融化了 它就会融化 真的发了 所以汗阶电流不能太大 所以用于汗阶这个中后版的时候呢 你是没法用汗阶多元气体保护的汗阶 无计多元气体保护呢 适合于保板 这个汗阶量比较小的这个场合 用它来进行汗阶的话 非常好 它的质量也非常好 质量非常好 所以用保板 中后版不行了 这个A学量不对 B 佣生浅 佣生浅速度到 生产效率高 这个对不对了 这个也不对 佣生浅 这个是对的 然后速度到 效率高 这个也不对 这个也不对 效率比较低 速度比较慢 所以我们第五章的时候 第五章 我们讲广大的时候 我们讲这个汗阶的时候 你这个汗阶 如果说汗阶功能量比较大的话 这个汗阶比较厚的话 一般来说是底层 最下面一个薄层 最上面一个薄层 用这个无计多元气体保护汗 打底盖面 中间就用一般的 整供电阶红汗就行了 整供电阶红汗的速度比较快 这样呢 兼顾这个质量和速度 是吧 兼顾质量和速度 所以说这里的速度大 效率高 这里不对 错的 是一种融化鞋的 电阶红汗对不对 融化鞋这个就不对 因为它是汗阶 汗的融点非常高 汗的融点是三四千度的融点 它这里是不融化的 正常的汗阶多元气体保护汗 汗阶它是不融化的 它是不融化的 它是去导电的 是用的 所以融化鞋当然就不对了 第 不适应以外作业 对不对 对的 因为它用的是多元气体保护 是吧 多元气体保护 当然不适合以外作业了 而以外的时候 它这个气体保护 那么这个有风吹过来 然后它的汗阶质量就变差了 是吧 就不稳定 所以说不是以外作业 所以这个选项可能是低选项 是吧 真的是低选项 多元气体保护汗 然后就是这个融化鞋的气体保护汗 融化鞋的气体保护汗 那么它汗阶与镁有色清楚 为了有效去养化膜提供接头的汗阶质量 您采取什么呢 这里讲的是一种方法 就是这个铝和铭 它表面容易生成这个氧化物 比如三氧化二铝 这样的这个氧化膜 我们前面来做其题 做到过什么 三氧化二铝它比较致力 它的永点非常高 它的保护效果非常好 到这里它是一个反作用 起来一个副作用了 它保护里面的金属 你就没法进行这个汗阶了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保护膜给它去掉 氧化膜给它去掉 怎么办呢 用的是直流电源反接法 把这个电源反接法去除 反接法才能保证 你这个一样正离子 高速打在这个氧化膜表面 把这个氧化膜把它打掉 把它打掉 这直流电源反接法 正接法不对 直流电源正接法不对 那么这个正接法反接法 只是对这个直流电源来说的 直流电源来说的 那么你这个弓箭 你这个母财接的是电源的 直流电源的正接 它就是正接法 接的是负接 就是反接法 就是反接法 所以这个直流电源来说 才有正接法或反接法的说法 你这个母财接的是 焊接电源的正接还是负接 是吧 它是固定的 交流电源就没有这个正接反接法的说法 为什么交流电它的正负接 它是变化的 按周期性的变化的 周期性变化的 那么这个时刻是正接 下个时刻就负接了 是吧 它的正负是变化的 所以说你这个交流电源 你说它是正接反接 有意义吗 没有任何意义 是吧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它的正负接是在一定的频率周期变化的 所以说只有直流电源才有正接反接 这里用反接法 反接法 母财是接的负接 那么这个正离子 阳离子它才会往这个母财的表面 高速于碰上的母财的表面 把母财表面的氧化膜给它打磨掉 然后你这个焊接材能继续进行 所以这里直流电源反接法 对啊 它就是这个教材上面的这一段 这个MIG汉就是溶化结气体保护汉 MIG汉溶化结气体保护汉 直流反接 反接 然后汉结这个预美的金属 良好的阴阶温化所用 阴阶温化其实就刚才我们解释的 就是阴阻氧化膜 然后提高这个汉结质量 就是这样一句话 这样一句话 这条题选的是C 就是一直到考试正题 然后就是二氧化酸气体保护汉 二氧化酸气体保护汉 它是以这种气体保护汉 它用的是二氧化酸气体 用了二氧化酸气体 这个价格也降下来了 比前面我们讲的 这个压气氦气用做气的保护 它的质量稍微差一点 但是效率起高了 效率起高了 所以这里讲的生产效率低 这个就不对了 生产效率低 然后焊接变形大 这个大也不对 焊接定位变形的不大 它比较小 然后适用范围小 这里呢 使用范围 我们教材上面没有明确的提出来 它的使用范围大还是小 是吧 有点确定都没讲 它使用范围大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用范围的它不小 然后焊接飞溅较大 防空能力比较差 这个是对的 它作为气体保护汉 作为气体保护汉 它的防空能力就比较差 因为它都是气体 是吧 对二氧化酸气体 防空能力比较差 然后二氧化酸气体保护汉 它的这种保护气体呢 它的特点就是飞溅比较大 它的这个不稳定 电斧在它燃烧的时候 它是一个不太稳定 它是四处飞溅 这是二氧化酸气体保护汉 它的一个缺点 所以知道这个选项是第一选项 二氧化酸气体保护汉 不足之处 很低 是吧 然后就是这种这个汉解方法 它告诉这种汉解方法是 穿透能力强 大多数军所一定厚度范围里 喝的锁孔效应 一次行程完成八毫米以下 直边对接接头 大面汉 双面成形的汉凤 汉凤之密 成形美观 该汉解方式是什么 那么这里呢 这个题目上面就告诉我们 有这个锁孔效应 是吧 东风效应 然后大面汉双面成形 大面汉双面成形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这个汉凤 只在一面汉解 另外一面 它也能够成形 也能汉解成形 大面汉双面成形是吧 那么这种呢 是什么汉解方式呢 这种方式呢 是这个等离子浮汉 等离子浮汉呢 我们前面讲过等离子七哥 我们讲等离子七哥 它的能量比较集中 所以七哥这个后把 效率比较高是吧 效率比较高 然后速度也比较快 这里呢 等离子用于这个汉解 也是这样的 它的能量比较集中 能量比较集中 电杂压力汉呢 它不是有这个特点 电杂压力汉就是说 汉解这个功能量比较大的时候 那么用这个电杂压力汉 比较好 亚浮汉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什么 气力保浮汉是吧 用亚气来进行这个气力保浮的汉解 无极多性气力保浮汉 我们前面讲过的是吧 讲过的 我们讲用这个打底汉 汉解保板的时候 用这个无极多性气力保浮汉是吧 质量比较高 这里这个单边汉双面成型呢 你只能选等离子浮汉 等离子浮汉 那你再选地 等离子浮汉 然后就是这个 融化汉汉解时 不适于汉解一毫米下保板的汉解方法是什么 就是一毫米下的保板 那么不适合有什么呢 不适合的就是只有这个来福汉 来福汉 我们前面明确的提出来 他汉解中后板 水平的长汉缝 完汉缝 它的效率非常高 速度非常快 因为它的汉解电流比较大 汉解电流比较大 它汉解保板容易把保板烧穿 所以埋伏汉 你不能汉解这个一毫米下的保板 其他三种 那么二元化级气体保板可以的 等离子浮汉可以的 无极多性气体保板也可以的 他们都属于这个气体保板 都属于气体保板 而汉解电流的相对来说 没那么大 所以保板能够汉解 所以这道认识询是C是吧 这也是一道这个考试整体 然后就是这种汉解方法 它的效率比埋伏方还要高 埋伏方的效率比较高了 是吧 它比埋伏方还要高 提高了二到五倍 汉解是破口准备简单 汉后一般要进行热处理 要正活 改善这个组织的性能 主要应用于30毫米以上的 厚键的汉解方法 这种汉解方法是什么呢 这种汉解方法是这个 电扎汉是吧 电扎汉 那么电扎汉呢 就是首先呢 就是说让这个什么 首先呢就引出电斧 形成这个溶渣 然后利用这个溶渣的 这个产生的这个热量 产生的热量 然后呢进行这个汉解 所以它的效率呢 比这个埋伏汉还要高 汉解工程量比较大的时候呢 来用这个电扎汉比较好 但是呢 它这个产生的热量比较大 热量比较大 对于汉缝和它周围的这个材料的 这个影响比较大 所以说你要进行热处理 要正活才行 你不进行这个正活热处理的话 你这个组织它比较粗大 性能非常差 所以电扎汉 这是电扎汉 还有这样的特点 其他的这个对不对 对不对 不看这个简细 电扎汉 是吧 电扎汉 电扎汉 迁汉当然它的这个效率没那么高 效率没高 它的接触的强度也没那么好 是吧 对汉 所以这个什么压汉 是吧 它也不对 电扎压力汉也不对 电扎压力汉就是电扎汉 加压力汉 两个比较起来 也不符这个特点 这道正经选项是电扎汉 是吧 然后又是这个点汉 凤汉 对汉 是压力汉的三个基本类型 这种压力汉是什么 这种压力汉 是这个电阻汉 电阻汉 电阻汉就分为三类 点汉 凤汉 对汉 对汉 其他几个 不对 那我们叫它们一个表是吧 看这个表 然后就是这个汉 接的一些公益参数的选择 那么汉的公益参数的选择 最近几年 每年都有题 每年都有一道题 公益参数的选择 比较难 比我们前面讲的汉捷方法 它的特点 要难一些 我们看这道题 这道题就是一道考试整体 它就有一定的难度 不容易选对 那么这道题 它是单向选择题 我们看 核金钢焊结时 弥补核金元素稍稳 选用核金成分 高一等级的焊条 就是说 核金钢焊结的时候 核金元素 它有的会 这个什么 会氧化了 是吧 氧化了 这里你要 核金成分比较 高一级的焊条 这里有没有必要 没必要 就相同成分的焊条就行了 但是知道起来就不对 同一等级的焊条就可以了 这个这个选项就不对 B 焊结结构 刚性大 接触硬力高 焊凤已产生 裂纹的金属材料 使银血用比 磨砂强度 第一节的这个焊条 这个对不对 这个第一节的 这个第一节的是对的 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焊结结构 它这个 硬力比较大 容易产生这个逆缝 是吧 它刚性大 就是不容易变形 不用变形 那就很容易产生逆缝 容易产生逆缝的话 你的焊凤这个地方 就是薄弱环节 你以后出问题 就是焊凤这个地方 有逆纹了 然后焊凤这个地方断开 所以说你这里的血用 比母财强度 第一节的这个焊条 好了 这样保证你以后 你出问题 不会在焊凤这个地方出问题 保证不会在焊凤这个地方出现力纹 焊凤的地方变成为不入环节 是这个目的 这B选项是对的 C选项 而普通结构纲焊结石 应选用容附近所抗牢强度 烧低于母财的这个焊条 这个对不对 这个不对 这个普通结构纲 我们讲普通结构纲这个材料的时候 我们讲普通结构纲 只是要保证它的性能 它的化学成分的要求 没那么严格 你性能要满得要求 基本上在这里 比如说这个抗牢强度 这个人要满得要求 所以说你这个焊凤的时候 你要保证它的这个什么 力学性能 你这里选用的这个焊条 比这个母财要低 那么你这个焊凤这个地方的力学性能 就不能满得要求 所以说你不能选烧低 你要选相等的才行 相等才行 普通结构纲 这里要保证力学性能的 A选项这个合金钢 也要保证成分 保证成分 成分要一致 这样合金的这个元素的 这个含量才会一致 所以A选项不对 C选项 C选项也不对 是吧 然后D 为保证汉工的身体健康 尽量选用 嫁给较贵的减轻汉条 对不对 那么这个减轻汉条呢 减轻汉条呢 它产生了这个气体 产生了这个 有害物质呢 比这个酸性汉条要多 所以这里呢 要保证汉工的身体健康呢 那么你要选用酸性汉条 你不能选用减轻汉条 减轻汉条 它的这个 产生的有多气体 比这个酸性汉条要多 保证汉工的身体健康 你就只能选酸性汉条 所以这个D选项也不对 所以综合一下呢 那么这四个选项呢 只有这个B选项是对的 这道题呢 就是这个汉条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原则 有一定的难度 有一定的难度 这道题是 所以我们这本过程里面 这个考试难度比较大的一道题 是吧 比较大的一道题 这是这个 然后呢就是这个 汉性工程量大的这个结构 有朝鲜市要尽量选用什么汉条 这道题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高效率的汉条 我们教授上面的有这样一句 贴粉的汉条 重力汉条 底层汉条都是高效率汉条 而低性汉条呢 就是它里面的汉的 汉的这个氢比较少 它不属于高效率汉条 低性汉条 另外一种数法叫什么 减性汉条 减性汉条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酸性汉条 减性汉条 是吧 保证汉工生理健康 选用酸性汉条 对应的就是减性汉条 减性汉条 就是低性汉条 那种数法 所以汉性工程量大的 要选用什么贴粉重力 底层立项下 高效不去钢 是吧 所以这里ABD 是吧 ABD 这是一道质编习题 这不是考试整体 然后就是这个 母材中碳流淋元素 含量偏高时 汉凤中容易产生裂纹 应选用抗力性能好的汉条 是什么呢 这里就 就是母材容易产生裂纹 你要选用什么样的汉条 选用什么样的汉条 选用这个低性汉条 就是减性汉条 要选用减性汉条 酸性汉条不行 酸性汉条不行 酸性汉条 减性汉条 相对的是吧 贴粉汉条 底层汉条 我们刚才讲的 高效率汉条 汉及工作量大 选用它是吧 用它 贴粉汉条 底层汉条 可以 这里是考虑到 容易产生裂纹 这个杂质元素 比较多是吧 所以这里选用低氢汉条 用低氢汉条 这是这道题 低氢汉条 然后就是汉及电流 或电压的选择了 那么核心钢汉条 要采用大电流的汉阶 对不对 这个不对 大电流这个不对 就核心钢汉条 它的电阻比较大 发生量比较大 你这个电流不能大 大了之后 它的电阻比较大 发生量比较大 然后它的核心的烧成就比较多 就是不能用大电流 不能采用大电流的汉阶 然后双氢汉条可采用短浮汉 这个对不对 这个也不对 它要采用短浮汉 然后电阻过长会造成气孔缺陷 这个是对的 电阻过长了 你这个电阻 以这个外界的空气来接触的就比较多 是吧 那么空气 它就会进入你这个电阻里面去 然后到你的游池里面去 汉阶里面就容易形成气孔 是吧 所以气孔缺陷阱也比较多 是这个意思 是吧 然后汉阶电流影响因素 只有汉阶直径 这个不对 不仅有汉阶直径 还有大电阻因素 我们看这个解析 汉阶电流影响因素 有汉阶直径 还有汉阶空间位置 是吧 所以它就只有汉阶直径 不对 是吧 到了一个空间位置 核心元素 叫做的核心汉条 电阻到 然后盆涨吸收到 核心元素少很多 汉阶电流要效应减小 A型阻力不对 是吧 A型阻力不对 然后就是电阻电压 是吧 电阻电压 电阻长 电压高 是吧 汉阶过程中电阻会不稳定 飞键增加 外部空气容易轻弱 是吧 造成气孔的缺陷 所以你看 电阻过长会造成气孔缺陷 这是对的 双心汉条汉阶的时候 为了预热 带汉部位降低游池温度 可以把电阻拉长 进行这个长浮汉的汉阶 这个双心汉条 进行长浮汉的汉阶 是吧 双心汉条 它是短浮汉阶 B选项就不对 B选项不对 就这么来的 这个选项就是C 它是单向选择题 然后就是电阻汉汉阶的时候 可以采用直流电或交流电 直流电有直流电的好处 交流电有交流电的好处 交流电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看ABCD 那么是哪一个 交流电的优势是C 是不是简单 我也就方便 那么ABD对不对 ABD它是什么 直流电源的优势 直流电源的优势 电货尾电力非常小 汉阶质量好 厚度大刚柱的机构 可以用直流电源 我们日常的供电是交流电 没有用直流电供电的 都是用交流电供电 你直流的浮汉机 你要把交流的电 要转变成直流电 所以它有一个转变过程 有这个转变过程 你直流的电源就比较复杂 设备复杂 价格比较贵 然后维修起来也麻烦一些 有转换电流的过程 有这套设备 所以它的设备就复杂一些 然后维修也没那么方便 交流电 它因为它少了这套装置 所以它简单 维修方便是吧 但直流电它有这些优点 电户稳定非电小 焊接质量好 可用于大后板的大刚柱的结构 所以支流电源 你在用 它与交流电源同时都在用 看你这个使用场合 是吧 使用场合 这套支障选项就是交流电 然后就是双约焊条的电源总类 接性接法 双约焊条采用什么电源 电源总类或接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焊条你到底接的是 电源的正接还是负接 电源正接还是负接 那么这里我们前面 做了一道题 是吧 做了一道题 那么我们讲交流电 没有正接反接的说法 是吧 交流电它的电源 正负接是变换的 变换的 那周期一定的这个频率 在改变的是吧 交换的 互相交换的 正接变负接 负接变正接 它是变化的 所以说正接反接没有意义 交流电只有支流才有 支流才有 双约焊条它要直流正接 简约焊条用直流反接 所以这里正接选项是 B这种正接 我们看这个简细啊 简约选择根据焊条的性质 焊约焊条特点的选择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电伏 电伏的这个 它是说阳解 比这个阴解的温度要高 因此呢 你这个简约焊条 酸约焊条 你就要选择了 简约焊条呢 你不能用直流正接 为什么呢 你用这个直流正接的话 用这个直流正接的话 简约焊条 它的焊条的这个 这个地方的温度高 温度高了 它就不稳定 它不稳定 这个焊接飞进比较大 焊接飞进比较大 所以它只能直流反接 刷新焊条不承认这个问题 所以它可以直流正接 刷新焊条 它可以直流正接 所以是这里讲 刷新焊条 它就直流正接 是吧 B选择是对的 然后就是这个接头 焊接接头 可以归类为无类 然后基本类型的是什么 这是以前经常考的一个考点 但最近几年考的比较少 最近的考的比较少 那么这个基本类型 总共有五种 有五种 我们把它总结为五个字 对体搭脚端 是吧 对接 踢接 搭接 脚接 端接 是吧 这几种这个接头 那么对应的就是 踢接 脚接 端接 是吧 套管接头就不对 所以说 正经理由是ABC 我们看这个五种基本接头就是对接 气接 还是十字是吧 搭接 脚接 端接 我们就把它 简许为五个字 把它面得比较通顺了 顺口了 就对体搭脚端 五种 对体搭脚端 然后他这个题目问你 哪五种 哪几种 你就对体搭脚端 然后看就行了 看就行了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是吧 这个接头 然后就永汉的这个破口 永汉的破口有基本型 组合型 特殊型 然后你要记住 这个基本型的破口有哪些 这个组合型的破口哪些 特殊型的破口哪些 基本型就只有五种 基本型五种 特殊型的也只有几种 组合型的就比较多了 这里呢 我们经济脚端的时候呢 我们又告诉了我们同学 就说基本型的你要记住 特殊型要记住 然后组合型的不要记了 组合型的不要记你记不住 那么这基本型的哪几种呢 基本型的哪几种呢 基本型的有这个 单边的这个V型 V型 带顿边的G型 双V型 Y型 对不对 都是基本型破口 都是基本型 为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解析 基本型有这个五种 那么I型 V型 单V型 U型 G型 是吧 这五种 这五种呢 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就是哪五种呢 就是I V U G 是吧 I V U G I V U G 这是四种了 是吧 然后再加上个单V 这就五种了 123456 六个字母 开始收汉字 I VU D 单位 你看 就把这个五种基本型的破口记住了 然后特殊型破口呢 卷带所塞潮 卷带所塞潮 无过字 无过字 无字口诀 卷带所塞潮 卷带所塞潮 你念多了 你就念得比较顺了 刚开始念比较别扭是吧 觉得这卷带所塞潮到底是什么东西 念多了 念个好几遍 你就觉得非常顺 卷带所塞潮 卷带所塞潮 你念多了 你就觉得它有意义了 是吧 它就有意义了 对它有一个意义 然后每个字 对应一个破口 基本型的 特殊型的 把它记住了 然后这个阻碍型的标记 太多 太多 然后这道题 你就能对付了 你看 问你这个基本型的 是不是破口有哪些 那么就只有A 单边V型 是吧 其他的都是阻碍型的 那都是阻碍型的 他说问你这个特殊型的是哪些 一样也能对付 是吧 一样也能对付 这是以前的一个 长考的一个考点 就最近几年 它考的比较少一些 最近比较好 它有可能也会出这个题 这道题 然后就是这个 破口的形式 破口的形式 刚才我们讲的 基本型的 有这个IVUG单位 是吧 单位这种破口 然后这里问 这个刚管的工程压力 是二兆炮 是汉奸年纪 然后管它破口 采取形式是什么 然后下面有这IVU 三种破口 然后顿边后路 二毫米三毫米 是吧 二毫米三毫米 那么这里 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个破口 其实就是说 看你的压力 是吧 看你的压力 看你这个管道的压力 多大 管道的压力越高 你这个破口 开得越复杂 开得越复杂 管道的压力比较低的话 压力比较低 它的壁后比较薄 壁后比较薄的话 它的破口开得越简单 那么最简单的 就是V型破口 那么你可以把你的压力 不开破口 是吧 管端 它能够对起来就行了 次之是V型破口 就把这管端 把它削掉一块 削掉三角形的形状一块 然后再复杂点 就是U型破口 U型破口 开出来的这个破口 不太好开 因为它这个U 它是一个什么 这个缺面 这个缺面 你该开出一个缺面出来了 就不如开一个直角的一个这样一个破口 直线的破口 微型破口容易方便 是吧 所以说U型破口 一般来说是压力比较高的时候 背后比较厚 你再开U型破口 那么我们教授上面 有这样一段 大家看 有这样一段 微型破口是还有中低压的钢管 破口的 是吧 然后U型破口是还有压力比较高的 是吧 压力比较高的 当然教授上面这个内容 我们这里面列出来 是吧 这里这个压力 它是两兆炮 这样两兆炮 它是属于什么 两兆炮 两兆炮是属于中亚的 是吧 中亚的 我们讲1.6兆炮 1.6兆炮以上的 然后10兆炮以下的 所以中亚 它是中亚的 中亚的钢管 这里没必要开U型破口 开一个微型破口就行了 然后对面厚度是两毫米 这样 B就 B现在要出来了 是吧 B现在出来了 没有必要开U型破口 没必要开U型破口 U型破口呢 它的压力更高一点 B后再厚一点 就要开U型破口了 然后对面厚度呢 那么有2 3毫米的选择 是吧 I型破口呢 这里当然不适合 I型破口的 因为压力更低一点 第二 第二的钢管 你用I型破口是可以的 是吧 这道题 正选择是V V型破口 B V型破口 对面厚度是两毫米 是吧 这是这道题 然后就是这个 碳伤 这里呢 就单独的一道 这个碳伤题 用教堂上面 有这部分内容 我们后面呢 还有大量的 这个碳伤的这个题 相对于这种碳伤 这个磁粉碳伤 更适合于 什么样的这个材料 呃 这种碳伤更适合的 这个材料呢 一般来说是 这个铁磁性材料 就是你给了 加一个外加磁场 那么这个材料呢 它里面的磁场 强度会增强 然后呢 你用它进行这个磁门碳伤 才比较凝敏 是吧 才能够做 才能够做 那么是碳钢 低合金钢 它是铁磁性材料 加了外加磁场 它里面的磁场 强度会增加 奥斯利伯确钢 尼基合金呢 是不行的 奥斯利伯确钢 它是没有磁性的 没有磁性的 尼基合金的这个钢材呢 它也没有磁性 没有磁性 没有磁性 你用这个电子梯 卸不住的 所以这里呢 磁门碳上的原理 决定了它 只能选AB 只能选AB GD不能选 然后就是这个热处理了 告诉你这个热处理的特点 然后让你选择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热处理是什么呢 钢权加热到要求的温度 然后保持一定时间在空气中冷却 对啊 是在空气里面冷却的 然后呢 来到需要的机体组织 目的是消除阴力 细化组织 改善气流加工性能 生产周期短 能耗低 那么这样一种热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这样一个热处理方法呢 是我们看下面这个选项 那么A是正火 然后BCD呢都是退火是吧 完全不完全去年退火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加热温度不一样 然后目的呢有点差别 目的呢也不太一样 这里呢应该是正火 正火工艺呢 它是在空气中里面冷却的 冷却速度非常快 其他的其中退火 它都是在热处理炉里面冷却的 热处理炉它的这个保温装置啊 比较好啊 保温装置比较好 那么它的这个冷却速度就非常慢 冷却速度非常慢啊 所以这里呢 你只能选正火啊 正火 正火它在空气里面冷却速度快 周期短 所以冷却比较低 所以这里选正火呢 就是这个原样 正火 以退火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冷却方式不太一样 前面都一样 前面的加热温度保温时间都是一样的 就是最后冷却时 它是在空气里面冷却 所以说有这样的特点啊 许多场合来用正火啊 也能够得到它的这个要求啊 得到它的要求啊 然后这个热处理工业呢就是 正火的特点啊 就是与退火相比正火的特点啊 就是这个正火呢 以这个退火的目的呢 其实都差不多的 比如说锡化组织啊 消除它的残余因例啊 使它能够得到呃 什么呃 其余加工性能比较好啊 锡化精力啊 看这些呢 正火跟退火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就是了呃 它冷却的速度不一样 它空气里面冷却 空里面冷却 所以说正火呢 与退火呢 有不同的地方了 哎正火要退火的冷却速度快 过冷度比较大是吧 这个对不对 这个对的是吧啊 对的 B正火得到的是奥斯体组织啊 对不对 不对 奥斯体组织不对 那么奥斯体组织是呃 加热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 是奥斯体组织 然后呢 你要冷却 你要冷却 你冷却下来 奥斯体组织就会发生转变了啊 就会转变 转变成其他的这个组织 不会保持奥斯体组织 啊 除非你像奥斯体不就刚一样的 你里面加了其他的核心元素 你冷却下来得到才是奥斯体 否则它不会是奥斯体啊 C正火处理的弓箭强度硬度较低 对不对 强度硬度并不低啊 D正火处理的弓箭韧性比较差 这个也不对 这个也不对 这个选项那应该是A是吧 正火比退火呢 它的冷却速度快 过程度比较大是吧 A选项是对的是吧 A选项是对的 我们看 正火 正火 要退火的冷却速度快 过程度比较大 A选项对的是吧 在这组织各不同于退火 性能力不同 正火处理的弓箭强度硬度 要退火要高 所以他这里前面讲要低就不对 是吧 要低 你还可以讲那个低 热性比较差 低不低 是错误的 你不能选啊 cd不能选 这是这个正火 然后这个热熟的方法呢 他告诉你目的 目的是提高钢键的硬度强度耐磨性 那么这种热熟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么就只有一种是脆火 脆火 那么脆火的目的是 是使你这个刚才经过脆火热熟理之后呢 生成的马仕体这种组织 我们前面呢 提到过马仕体它又硬又脆 强度比较高 耐磨性比较好 所以说只能是脆火 只能是脆火 那么脆火生成的这种组织呢 硬度强度硬度耐磨性比较好 但是它比较脆 它也不稳定 所以后面你要跟其他的热熟理 比如说跟回火是吧 你要跟这个回火才行 不回火呢 虽然说强度硬度比较高 但是它比较脆 你一碰你就断掉了 比较硬 但是也比较脆 就是没有韧性 就是没有韧性 一变形又什么呢 它很容易断 脆火 我们看解析 脆火 脆火 是把钢加热成奥氏体 然后冷却 它冷却速度更快了 前面我们的正火是在空气里面冷却 脆火是在这个什么 是在一定的冷却箭子 比如说像什么水啊油啊 还是其他的脆火箭子里面冷却速度更快 然后它生成了这个马氏体 又硬又脆的 极高硬度 强度 耐磨性的是吧 料体的选项是B是吧 呃 然后这种热处理工艺是什么呢 获得较高的力量性难 高强度弹性极限和较高的韧性 重要钢结构零件要进入热处理以后 它的强度比较高 输性韧性呢 超过了这个正火 这种热处理工艺是什么 这种热处理我们看ABC 都是回火D是完全退火 啊 完全退火 那么这里呢 呃 退火你不能选是吧 退火不能选 退火还比较正火呢 啊这里 他说超过了这个正火处理了是吧 它的输性韧性超过了这个正火了 所以就完全退火不能选 然后低温中温高温三种退火 三种回火 三种退火 三种回火呢 这里你只能选高温回火 高温回火 高温回火呢 它这个回火的热处理的这个加热的温度 比较高一些啊 比较高一些 中央的这个结构的理念呢 你要经过这个高温回火 高温回火呢 它也有的也叫这个调制处理是吧 调制处理 经过它的这个高温回火之后 它的质量达到了这个提升 所以说要调制了是吧 所以只能选高温回火 高温回火 这道正确选项呢 是这个高温回火 要加入到500到700度 调制处理是吧 它的较高的这个强度 太阶界限韧性是吧 所以这道正确选项呢 是C高温回火 呃然后就是气汗的汗口 要采用什么的热处理放回来 呃用气汗 那么气汗的方法来 其实就 比较相似于我们前面讲的气鸽 就是用这么养一缺养饼丸之类的 这样的气体燃烧 然后产生热量 使你这个材料融化 然后形成这个汗缝 呃这种汗界方法 汗界方法呢 它的热输入比较大 输入的热量比较大 所以热量比较大的 它这个汗缝这个地方的精力 就长得比较粗是吧 精力比较粗了 你呃 你汗好了之后 进入过热处理了 呃 要经过正火 对啊 要经过正火 啊 要经过正火 正火的目的就是 是让这个什么汗界过程中 形成的粗大的精力 呃 把它变得细小一些 细化精力 呃 因为这个精力越细的话 它的力学性能越好 力学性能越好 所以这个气汗啊 汗界之后呢 要进入正火 气化精力 然后呢 加高温回火 你调制处理 这样呢 你汗泡的这个性能 才能得到保证 这正火加高温回火 所以你记住啊 原因就刚才我们解释的 就是这个原因是吧 这正火加高温回火是吧 啊 因为气汗的 它的精力出大啊 要细化精力 所以要正火 啊 然后呢 要用这个什么 高温回火来消除残余力 就结合起来是吧 然后就工地拼装的大型 普通的低碳钢容器的 组装汗凤 它的汗后热处理方法 嗯 那么组装汗凤 它用了热处理方法呢 啊 就不用这个正火加高温回火了 是吧 嗯 那么你用这个正火加高温回火来 工业创里面要不要出道 就用单一的中 中温回火就成了 啊 单一的中温回火 就用这个单一的这个中温回火 啊 消除残余阴力 去清 啊 去清 嗯 残余阴力 那么消除掉 然后呢 它在汗凤里面有这个清 是吧 要清 你用中温回火来 就让它的清扩散出来 然后就跑掉了 不至于残余在汗凤里面 所以就用这个 嗯 答应的中温回火就可以了 这是这道题 嗯 然后呢 就是这个无神检测 而无神检测 每年必然有一道题的 啊 我们首先看这道内体啊 深线探伤它的特点 ABCD是个选项 这是一道考试整体啊 AXC的造成时间短 啊 速度快啊 对不对啦 啊 这个是对的 AXC造成时间速度比较短 速度比较快 B GAMMA射线穿通能力比XC弦强 对不对啦 对 因为GAMMA射线它的波长比较短 啊 对这个射线来说呢 波长越短 穿通能力是越强的 波长越长 穿通能力越差 GAMMA射线的比XC弦的波长短 所以它的穿通能力比XC弦强 然后0.0.0高 对不对呢 0.0.0 GAMMA射线比不上XC弦 比上XC弦 GAMMA射线投资少成本低 中线上使用方便 这个对不对 对 GAMMA射线它用的是方式语言是吧 是Q60是吧 是这个139还有几种啊 大概是四五种吧 四五种方程元素 用方程元素产生的这个射线 拿回来进行碳上来 所以它的投资少成本低了 中线上使用方便 与他相对应的XC弦 XC弦呢 你要用的XC弦管 XC弦管呢 它就比较庞大啊 这个尺寸比较大 也比较重 比较笨重 所以使用现场呢 施工现场使用呢 没钢板射线那么方便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C呢 它是D的 D 中止射线检查呢 能够检查到 封门在高密度进度材料中的 低密度的非进度材料 这个对不对呢 这个是对的 中止射线检查呢 确实有这个性能 所以综合 我们看这个选项呢 就是ACD是选项 那么B选项就错了这个凝硬度是吧 它们现在迷运度没那么高 迷运度比较低 在这几天那就是 ACD是吧 ACD 封面